他们下面咱就进入到今天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咱们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学习SQL语句的查询 通过今天咱们的学习最终咱们大家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简单言之你能够知道将来你写的一个程序到数据库里面去拿数据的时候应该用哪种方式 因为查询它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用的最多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么来讲基本上全部都是在讲解查询 数据有增删改查有四种方式大量全部都是查询 就像我刚刚说过一个点我的支付宝每一年里边的记录我是查的多呀 对吧你每天你的消费的时候你根本就是不轻易之间的你就被数据就一条一条插住的 但是我查询的时候有可能我把所有的我从200几年的时候对吧 把支付宝开通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记得没通的话应该是08年还是零几年我就开通了一直到现在 那么你所有历史记录你要全查出来的话 那么他就要到数据库里边历史信息全拿出来 比方说我想统计统计我所有的在支付宝里边的收入和支出那全部都是用到这个查询 而查入呢它并不是一字形插的是一条一条一条插的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查询呢在实际的用的当中啊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是咱们今天主要讲解内容就是来讲解查询 那么查询咱要是大体来划分一下的话呢会有这么多种查询 根据你的目标根据你的目的不一样 那将来你使用的色口语的查询的方式呢它就不一样 最终的结果当然也就是尽可能的是满足你的需求就行了 那么简单来说有基本的查询像什么Celic的新花from呀 这是最基本的了吧 咱们原来用过一个简单的well 那么well还能怎么用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讲解条件查询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呢叫做排序 就好底我这一天呢有的时候呢闲得没事的看手机 对吧有的时候在看车 比方说我想看一个同高价格同高到低排的 同低到高排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它应该很有实际的需求 很有实际的用处 所以说呢排序从大到小从小到大 对吧啊这就是一个排序的一个盘障 那么再比如说还有一个东西统计 直白来讲 比方说我想统计个数 我想求最大值 我想求最小值 我想求平均值我想求总值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就放到聚合函数里面 这边来讲就是一种特殊函数 那么接下来大家会讲所谓的这个分读 所谓的这个分读 分读到时候再给大家讲 比方说男的一类女的一类 对吧这个其他性别的一类 这就所谓的分读 分页呢其实这个很好理解 我打开一个京东 对吧我打开京东 我想查询第五一二的 那么将来它应该是怎么做 用的一个东西呢叫limit 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经常会用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叫链接 又分为什么左链接呀 右链接呀 就讲银子 这些东西啊 都蛮直白的讲啊 对于一个表里面的用用 还是比较多的 那有多个表我该怎么用呢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咱就接下来就讲解一下 这个多个表怎么查 就所谓的链接查询 那么再然后呢 咱们就给大家说一下 还有什么自关联呀 还有什么的查询 多多少少的 今天咱们会看到 可以查一个表的 可以查多个表的 都可以查 这是咱们今天的 一个大体的目标